真正出门前给妈妈出了一个谜题 今天是什么日子 哈喽小朋友们你们好啊 我是小艺 很高兴你们又来听我讲故事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 爸爸妈妈真的不记得了 真正在家留下一连串的线索 今天是什么日子 日赖田真二主 日灵明子慧 彭义周龙梅义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真正偷偷的在爸爸的西装口袋里 摸了摸 这是在干什么 早上真正出门时 对妈妈说 妈妈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不记得就去楼梯的第三个台阶吧 说完就一边唱着歌 一边蹦蹦跳跳的上学去啦 妈妈很快就在楼梯的第三个台阶上 找到了一封扎着红绳的信 第一封信 信上写着 把蛋糕盒的盒盖打开 是真真的字 起居室的蛋糕盒盒里 泡芙中间夹着一封扎着红绳的信 打开一看 收到的第二封信 八 手伸到门口 伞钢的里头 找找 咦 伞钢里面会有什么呢 妈妈又急忙回到门口 伞钢深深的钢底 有一封扎着红绳的信 这是真真留下的第三封信 马上去找找我的书吧 提示 我最喜欢的绘本里 真真最喜欢的绘本是什么呢 哎呀哎呀 这回在二楼呢 妈妈当然知道真真最喜欢哪本绘本啦 她走进二楼真真的房间 马上就从书架上把玛德琳的狗狗 救星抽了出来 果然 在 忽然有只狗 飞快地跳下水 这一夜里 夹着一封信 这是我们真真留下的第四封信 上面写着 马上去金鱼池 在水面飘着呢 妈妈跑到了院子里 金鱼池的水面上 飘着一个塑料袋 里头装着一封 扎着红绳的信 金鱼们正在起劲地用嘴碰它 信上写着 借开沿途小猪嘴里 那封信上的红绳 沿途小猪是真真的存钱罐 就放在缝纫机的旁边 一封小小的信夹在她的嘴里 这是第六封信 信上写着 滚头啦 就去看看玻璃花瓶里的花吧 咦 玻璃花瓶里的花 也藏着线索吗 客厅里的大玻璃花瓶里 插着美丽的鲜花 花镜上 用红绳 拴着一封信 这是第七封信 信上写着 十个指头 弹弹 钢琴 放松一下吧 哟哼哼 还挺体贴吧 还真是 把我累得够呛 那我就来弹一首曲子吧 妈妈 为了找 珍珍 藏的信 也真是 有点小累 那 请妈妈弹一首钢琴吧 妈妈掀开 钢琴的盖子 看到里面 有一封 扎着 红绳的信 她把信 放到了钢琴上头 然后 弹起了 珍珍 最喜欢的 小星星 弹完后 妈妈 才把信 拆开 这是珍珍 留下的 第八封信 信上写着 周围 一个最不引人 注意的地方 提示 等一下 你肯定 要用到的地方 哦 就是那里 咦 珍珍说的 这个地方 是哪里呢 妈妈 费了好大的劲儿 也没有想出来 这是个什么地方 最后 她泄气了 就把前面那几封信 归拢到一起 准备插到信袋里 就在这时 妈妈发现 信袋里插着一封 扎着红绳的信 哦 原来谜底 就是信袋呀 别说 还真是一个 最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呢 妈妈 满满地说道 妈妈 拆开了那封信 这是珍珍留下的第九封信 信上写着 年龄上写着爸爸的电话号码 请给爸爸打个电话 问问他口袋里 有什么东西 拜托啦 咦 爸爸的口袋里 藏着下一个线索 妈妈 看了看表 自言自语地说 我也正要给他打电话呢 这个时间 正好可以打电话 嘟嘟 妈妈 拨通了爸爸的电话 你看看你的上衣口袋里 有没有一封 扎着红绳的信 珍珍写的 你读给我听听 电话里传来爸爸吃惊的声音 啊 有 有啊 奇怪 奇怪 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啊 咦 这是第十封信 信上写着 啦啦啦 啦啦啦 礼物终于到信箱里了 辛苦 辛苦 你们啦 妈妈 笑了起来 等回来 我再跟你说吧 对了 那件事 可不要忘记啦 咦 妈妈说的这件事 是什么事呢 我不会忘记的 电话那头 传来爸爸 把白天 把白天 从信箱里 找到的一个小包裹 递给 正在起居室休息的爸爸 是一个扎着红终的白色信封 爸爸 打开一看 里面是一个纸叠得漂亮盒子 哎 盒子里面有什么呢 打开盒子一看 里面有一个小一些的纸盒 打开小纸盒的盖子 里面还有一个更小的纸盒 就这样 小纸盒 一个套一个 在 第十个纸盒里 装着一颗 紫色的龙须珠 和一枚 蓝天竹的 小红果子 紫水晶 给爸爸 红宝石 给妈妈 珍珍 一本正经的说 这些盒子 都是珍珍做的吗 好漂亮的礼物啊 谢谢珍珍了 那 我们也 爸爸 刚说到这里 从篮子里 传出了 汪汪汪的声音 哎 篮子里面 藏着什么 爸爸 打开 篮子盖儿 纸巾里面 有一只 毛茸茸的 茶色小狗 它 吐着 红色的小舌头 两只爪子 搭在篮子边上 踮起后脚 探出声来 是 送给你的小狗 公司 林叔叔家的狗 生了小狗仔 我要了一只来 是 给珍珍的小狗 哦 珍珍 已经抱起小狗 在亲它啦 小狗 也舔着 珍珍的脸蛋 不过 话说回来 今天 珍珍的信 可真是 让我找得 团团转啊 你看 有这么多 妈妈 一边对爸爸说 一边 把那九封信 拿了出来 爸爸 拿出最后一封 把它 和那些信 落到了一起 珍珍 亲着小狗 唱了起来 不记得啦 不记得啦 不记得今天 是什么日子啦 把小树下面的字 连起来 读一读吧 就是信上 挖着树的地方哟 咦 我们的珍珍 在信上 留下了什么线索啊 小树下面 都有一个拼音字 上面写着 爸爸 妈妈 结婚 十周年啦 咦 今天 是爸爸妈妈 结婚十周年的日子 难道 爸爸妈妈 真的不记得了吗 喜欢今天的故事吗 别忘了 点赞和订阅 我们的频道 让我们 一起探索 精彩分成的 绘本世界吧 宝贝 在你的心目中 最重要的日子 是哪一天呢 期待 同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